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我好想你啊 妈妈也想你啊 可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学校上课吗 怎么会给妈妈打电话啊 爸爸让我小学一段时间 天天只能待在家里 还让奶奶看着我 不许我跑 也不许我叫 妈妈 我求求你啊 求求爸爸 我不想天天光在家里 妈妈 我不想明天上课的时候留出一张空空的课中 老师在班上宣布 让小学同学生命啊 明天再也不能来上学了 妈妈 我求求你啊 哈 阿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小娟现在病得这么重 你明明知道她晕倒 是她发病的前兆 你明明知道她要做手术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难道你要让我从别人的嘴里 听到我女儿病得有这么严重吗 你别着急 我就是怕你这么着急 我才没告诉你的 没错 小娟的病的确是比以前严重了 但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大夫说了 只要以后 对小娟好好地照顾 小娟不会有大事的 我们要不要看看别的大夫啊 什么大夫 徐世红说 他认识一个心脏权威的一个专家 是在世界都有名的 特别是小娟这种病 是他最擅长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好不好 咨询一下嘛 那许世红 比我更了解我的女儿吗 我跟你说 小娟的病情我非常地了解 我查了很多的资料了 不 甭管是哪个大夫 甭管在哪儿 这个手术是都有风险的 他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 你明白吗 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 有一半的可能 小娟进了手术所之后 咱们俩就见不着他了 我们能冒这个风险吗 可你现在让他休息 每天把他关在家里 你就想着这么让他长大 让他过一辈子吗 不是一辈子 他现在是个病人 目前只能这样 可他要不做手术 他就永远都好不了啊 我会好好照顾他 我会好好照顾他 David 你觉得赵小娟 手术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这里心脏手术 通常来说有一半的风险 但是要是我来做 我可以减低百分之二十的风险 也就是说 有七成的成功几率 时候 我不会在这家医院 做学术交流太长时间了 可是我想提醒你 这个孩子 已经到手术的最佳的年龄 所以你们要尽快做决定 那我还可以安排手术 谢谢 谢谢 乖 真调皮啊 小心点小心点 小心点 来加油 勇敢一点 大云 你决定了吗 他每年的生日 都希望我给他买一双滚的鞋 可我都没有答应了 他每次都好失望啊 你是不是担心小娟 会像这小朋友一样 摔倒 然后就 再也爬不起来了 戴云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你让小娟动手术吧 虽然 虽然会有百分之三十失败的可能 但是我们大家对小娟的爱 信心 意志和勇气 然后加在一块 还抵消不了这 这百分之三十吗 难道你不希望有一天看到小娟 也穿着轮滑鞋像他们一样 滑来滑去吗 其实我也愿意摸这个鞋 让小娟动手术 可是你知道 现在这个情况 有点复杂 小娟要动手术 第一关 让她爸爸同意 如果你愿意 有这个需要的话 我愿意陪着你一起去说服赵先生 很想你今天能来 很想你今天能来 我只要还是想说一下小娟的事情 我已经咨询过David医生了 她说只要她来做这个手术 就能够成功百分之七十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让小娟做这个手术 不同意 我不同意 哪怕有一点点的风险 我也绝对不同意 妈 David医生在胸外科是国际有名的医生 她能够在中国 能够为小娟做这个手术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她再厉害我也不会同意 我不能拿小娟的命去赌博呀 伯萱 你是小娟的爸爸 你认为呢 我的态度早已经表明了 手术我不同意 不好意思 我可以说两句话吗 让我们冷静的 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利弊得失 动手术的确有百分之三十的失败率 但是我想你们可能都夸大了所有失败的后果 所谓失败很可能就是把小娟的胸腔给打开了 发现手术做不了再把它合上 也有可能是David医生无法降低小娟的肺高压 并不一定就是大家永远都见不到小娟了 但是如果不动手术呢 的确你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小娟 但小娟本人必须每天都活得很紧张 她的人生目标变得只有一个 就是每天小心翼翼的为了活着而活着 你们为了见到小娟 却扼杀了她重获新生的机会 你们不觉得你们既残忍又自私吗 你别说了啊 什么残忍 什么自私 徐先生 你刚才对我的指手话讲说的话 我很愤怒 你是小娟的父亲 你能感受到这种切肤之痛吗 什么叫做在小娟穹墙上面打开了又合上了 我们在小娟身上按着拉链呢 说我打开就打开说我合上就合上了吗 赵先生 请你千万不要激动 刚才如果我的话有冒犯你的地方 我愿意向你道歉 但是我只想请你理直而客观 不要因为情感因素影响到你的判断 你不跟我道歉 是 要在小娟的身上动刀子 你让我怎么理直 她以后也可能是我的女儿 为什么我就可以理直呢 你说什么 波姆 赵先生 现在我和大云正在交往之中 我相信很快的时间 我们两个人就会在一起 到时候小娟会以我女儿的身份 进入我的生活 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你在说什么 什么我在跟你交往 小娟是你的女儿啊 大云请你不要打断我 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很意外 也觉得太快了 但是我真的是这么想 现在的我 一定要为小娟的将来做打算 而且我觉得我是最适合 为她规划将来的人 因为我理直而客观 我对小娟充满父爱 但是我不对她溺爱 我真的觉得 她和我们在一起 会是最幸福的 太荒诞了 简直太可笑 好 潘大云 你找我来就是让我听这些事吗 就是替这个人 跟我胡说八道了吗 太妙你奇妙了 博轩 博轩 你这个女人 叫什么这个男人 在这儿胡说八道 她算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呀 大云 大云 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 大云 我真的是想帮助你 你这是在帮助我吗 你怎么能够当着博轩 和我婆婆的面 说些那样的话呢 你让我彻底一点回旋的余力 都没有 你把小娟的事情 彻底也弄砸了 可是我没有胡说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这么想就能这么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博轩和她妈会怎么想 你这到底是在害我 还是在帮我 对不起 我承认我在赵先生面前说的话 考虑五千周小 但是我只想让他尽快地同意 让小娟动手术 我想让他知道我的判断 是非常的可观 不掺杂任何的情感因素 很抱歉把你扯进来了 我可以弥补你 我可以帮助你 你不用弥补我 你也不用再帮助我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会解决 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小娟的事情不能再拖了 这次有David亲自主导 机会难得 要不我们先斩后奏 每天把小娟接触了之后 直接送她到医院去动手术 手术费用我全部负担 许先生 您越界了 小娟有她自己的爸爸 我也不会瞒着她爸爸 送她去做手术 是我的心机 请原谅我 还有 我们之间 永远只能做朋友 我决定了 我要让小娟做这个手术 我决定了 我要让小娟做这个手术 我决定了 我要让小娟做这个手术 那手术之前我要做什么准备吗 不用什么很特别的准备 就要让她尽早住院 那我可以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不好意思啊David 我想知道一下 手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这个时候已经跟我说过 不不不 我不想麻烦她 手术的费用自己承担 要三十万人民币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能抽到 这个手术很危险 应该跟你的先生好好善良 孩子的父母 都最好在场 我明白 谢谢你 别客气 姐 你快看了小娟 这三十万呢 这可不是一小数目啊 哎呦 这小娟的手术费 怎么凑也凑不上啊 要不我们去找她那个 当董事长的爹下 齐齐 你别在这儿出馊主意了 姐 你放心 不就三十万吗 我砸锅卖铁 我都帮你一块补上 对对对 你别着急啊姐 我们一定帮你 你们呀 别为我操心了 姐有办法 姐真的有办法 三十万呢 姐 你有什么决定 我都百分百地支持你 好 好 十万块 我知道 手术费需要三十万 但是我怕一次拿给大云 他就会发现这笔钱是我出的 找他的个性 他会退回来给我 所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用你的名义 给他办 许总 你对我姐真的是很照顾 我替他谢谢你 不过 你知道 以我姐的性格 我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才要拜托你 你是他妹妹 是一家人 你交给他的回收 至于我 我想我上次是彻底把他得罪了 他 他被我吓坏了 怎么了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都没有告诉过我 一切都怪我 是我太急了 现在我和大云正在交往当中 我相信很快的时间 我们两个人就会在一起 到时候小娟 也会以我女儿的身份 进入我的生活 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你在说什么 什么我在跟你交往 小娟是你的女儿啊 不过 我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好 你说什么呢 你也是我朋友 如果你有事 我也要会帮你 谢谢你 许总 小芊 你妈妈来了 小芊 妈妈 妈妈 小芊 妈妈 妈妈 我怕你盼得望穿秋水 我想死你了 你在哪儿学的呀 我天天上网络课堂的呗 妈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啊 再这么待下去 能都快待啥了 很快了 很快了 走 在干什么呢 莹姐 来了 光美阿姨 我妈妈来了 你走开 那可不行啊 小芊 爸爸说过了 妈妈就算来了 我也得待在这儿 那行 你跟我做数据题吧 那 阿姨 先去帮妈妈倒杯水啊 妈妈 真可憐 你做数据 你这么小鬼机 小芊 妈妈这次来找你 是有件事情 想跟你商量 是动手术的事情吗 你怎么知道 前几天 乌父跟爸爸说 应该让我去动手术 可是爸爸不同意 他们俩就吵起来了 妈妈 做手术疼吗 做手术会打麻醉的 你应该不疼 就是在打麻醉的时候 有一点点疼 我不怕 妈妈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 做手术要很多钱吗 哎呀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妈妈会有办法 再说 现在姑父也在帮妈妈想办法呢 嗯 来 我教你做数学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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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us 来 小确 别 别 好